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2023年台湾灯会即将盛大展开 首次曝光与19家国内设计品牌合作的 23款灯会周边商品超萌光源兔 让民众留下美好的纪念 同时展现台湾设计力汇聚的实力 超萌光源兔在台北市长蒋晚安肩上陪伴 这是台湾灯会的周边商品 还有细经的土耳灯 造型实用的提灯笼帆布包 转转光源蜡烛更是让蒋市长眼睛为之一亮 频频称赞他的设计 23款衣着穿戴创意实用 品味美食疗愈香氛等产品 让民众逛灯会同时留下美好纪念 在这次的活动中 又邀请了在地19间的设计品牌 总共精选了23间的商品 在这次的活动中 最最最最最最吸引大家目光的 就是可爱的兔耳灯 那这兔耳灯是由我们邀请 就是天晴设计的Alan老师 一起来共同创作的 他总共会有白色经典 及炫彩 未来炫彩款 所以在现在看到的是 就是经典的白色款 那现在他肩膀上这次就是 蒋市长的同肩款 叫同肩款吗 肩膀上的同肩款 非常的可爱 蒋市长就是身为model 跟我们的model就是相比下 就是那个可爱度是不相上下的 所以在这次他也是我们活动当中 最有名的穿戴型的商品 我们希望让人们能够成为 城市的一环 让人们能够点亮城市的光 所以不是只有参与灯会而已 而是借由参与灯会 你也会成为灯会中表现 或是灯会中展演的一环 所以借由不断的就是穿戴型的商品 我们突破过往灯会的局限 让这样的灯会型的商品 穿戴在身上 持续的往下走 让大家知道 灯会的商品原来可以这么的有趣 下一页 那当然还有许多灯会型商品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2月1号起也会在实体的活动当中 去贩售的限量药匙 全下一页 还有可爱的衣着穿搭类型的商品 我们在这次的商品类型当中 不只推广了 可以在户外穿搭的商品之外 还有衣着穿搭 可爱的灯笼款型的设计包包 非常可爱 就是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 那虽然我不是年轻人了 但是我还是可以背一下 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是可以散步的时候走 非常可爱 那它的造型其实是灯笼造型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就是跟灯会一起互相做呼应 当然还有我们可爱的 亲子类型的羽衣 那我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下一页 也推出了就是包含不同的亲子类型商品 我们其实还有准备了非常可爱的水深灶 让大家可以随时吸收 做防疫 那我们也准备了这可爱的 仿泼水的自动折叠伞 那这个折叠伞 它有一个活动的亮点 就是它其实会 晚上就是你白天吸了很多光 它晚上会发光哦 所以也是呼应到 城市的光源的这样一个主轴 我帮我下一页 所以不只是雨伞 那当然还有民众特别喜爱的环保提袋 那再次环保提袋 它也是呼应了灯笼的造型 让我们可以在现场的时候 大家随时随地买饮料的时候 可以把它挂在身上 你就 响应环保 那也当然就是呼应大家 就是不要用 不要用就是那个 一次性的好不好 大家就是响应环保 要用重复性的哦 可以逛Pico 也有很多重复性的商品 让大家做环保 好来帮我下一页 那我们在疗愈相分类型的当中 也是这一次的主题 商品中比较不一样的一环 但比较少能够看到疗愈相分的类型 能够在灯会商品中成为周边 那当然这也是呼应到 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灯会当中 不是只有这一次 而是未来的10年 20年 30年 它能够在大家的家里面 长长久久 成为大家在这次的活动当中 记忆中的一环 你每次在家里享受 哇 这个香气 就会享受台湾灯会的美好 好 所以我们这次推出了许多转转光源蜡烛 它已经有热对流的方式 让它的叶片可以旋转 所以在晚上点亮蜡烛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家的墙壁或是天空上就会有星光 好来帮我下一页 不会只有就是热卖商品啊 水氧机啊 扩箱石 扩箱目睹等等的 然后我下一页 当然还有我们这一次的品味美食系列 我们希望大家将就是光源来自于台北 将光荣带回去其他城市 所以这次也特别就是因应农历年节 邀请了各个设计品牌去推出了年节的礼盒 在这样年节礼盒当中 大家在回乡的过程当中 可以把礼盒带回去 邀请亲朋好友们一起回到台北的城市来 参与台湾灯会在台北 所以我们发展了不管是光源的茶礼盒 饼干铁盒 下一页 还有风光乍现的 当之闭的礼盒之外 还有造型的韩国片 那从老到幼 从就是大到小 大家都可以把它带回家 跟亲朋好友一起做共享哦 好帮我下一页 这又是创意居家的商品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做DIY的商品 为了让民众沉静灯会饗宴 除了丰富周边 北市府还推出有趣的新年运势测验 将测验融合台北市特色与光源兔指引 测出不同运势结果 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充满好运 我们不只是非常的有设计感 丰富有创意 同时我们也规划了艺术入店 也就是我们跟很多东区商圈的店家合作 我们将很多艺术的展示 相关的这些作品 能够在店家里面展出 那同时我想这一次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很多的设计师一起共同合作 因为我们和Pinkway共同结合了国内有19个设计品牌 然后推出了23项的周边商品 那我想这一次也是地方政府第一次推出了灯会的相关的设计周边产品 那我们有希望所有来欣赏灯会的朋友也都能够购买相关的纪念品 带回去 然后有着满满的回忆 不只是我们在灯会的当下 同时回家以后 甚至接下来的10年20年 下一次再回到台北举办的时候 这段期间大家都能够对于这一次 我们的灯会有满满的回忆 同时也都有非常难忘经验的体验 台湾灯会重返台北 市府办理周边商品设计开发 注入设计与创业产业软实力 结合丰沛的在地文创量能 并且在线上线下都有贩售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近三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许多家庭生计都受到了影响 台北市南港区公所在过年前系 特别举办寒冬送暖的活动 结合南港区民俗委员会 财团法人绍兴纪念馆 及台北府城隍庙等慈善团体 赠送百户弱势家庭慰问金 及颁发50位优秀清寒学子奖助学金 在玉城国小武士团小朋友热情开场后 南港区2023新春辉豪 继寒冬送暖活动正式展开 由南港区公所结合南港区民俗委员会 财团法人绍兴纪念馆 及台北府城隍庙 共同举办 区长蔡明如表示 因为疫情关系 许多家庭生计都受到影响 因此希望透过募捐善款与物资 协助弱势家庭温馨过好年 在这个岁末年中的时候 让一些需要帮助的家庭 还有学子 能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 那我们感谢呢 我们有一个绍兴的那个财团法人 还有我们那个 府城华的那个 他赞助我们呢 让我们那些弱势家庭 能得到一些帮助跟善意 然后另外我们的民俗委员会呢 也会捐助奖助学金 让鼓励学者 学子呢 能够努力上学 然后让自己更有力量面对未来 在南港区20位里长带领下 100户弱势家庭 足以领取慰问金 绍兴经验馆董事长林成和强调 因为疫情关系 更需要这样的公益活动 台北府城皇庙主委 则表示 庙方会持续行动 支持回馈社会 我们区长的号召之下 那我在预告 应该是每一年都会看到 我跟那个周主委 这个共襄盛举 回馈这个南港区的这些居民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所以这个有更要 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因为需要帮助人更多 台北武城皇庙呢 也是取之于社会 然后用之于需要的人 然后帮助一些 那个清涵的学子 大家来够努力的 来为这个社会来服务 除了关怀弱势家庭 南港民俗文会也颁发50位 国中小及高中大学的 优秀清涵学子奖助学金 希望鼓励他们继续奋发向学 疫情的影响 那也影响了台湾很多 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 那我们也是借由这个机会 来让那个学生 有一个受奖的活动 那也鼓励他 学业猛进 白纸干头 这项汇集各界爱心的公益活动 获得多位市议员出席相挺 市议员陈佑成就表示 自己小时候也曾受过帮助 如今才有机会为市民服务 印证散热循环及正向力量 在城市里面的弱势 它才是真正可能最需要关心 而且最看不到的弱势 所以其实从我们南港区 过去在临市中情会 还有我们的区公所 礼办公室 这些相关的单位 都会汇集他们的爱心 然后深入到我们地方的基层角落 这样的正循环跟善循环 才是我们作为民意代表 应该要持续推动的 市议员何梦华 则希望政府可以提出更多纾困方案 协助民众摆脱疫情阴霾 虽然说疫情可能比较趋缓 然后经济慢慢的开始恢复 但我觉得说目前中国的疫情 其实很严峻 那我们也希望说政府可以提出更多的纾困 相关的方案跟措施 其实我最近有书面咨询台北市府 希望他们会对2023年提出出困相关的方案 因为目前其实高雄市已经有提出 我们希望说政府可以跟商圈们结合 用更多的力量 让我们的民众赶快恢复正常的生活 曾协助南港区公所募款的市议员 却梅沙也觉得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帮助这些需要的朋友 在过年前有一份小小的心意 然后把社会大众这些爱心 然后献给他们 他们感受到这个社会是有一部分外国 然后大家都是很有爱心的 我们知道我们台湾是很有人情会 然后大家都很愿意一起建筑 来帮助这些弱势的朋友 让他们可以过个好年 从小就学习书法的市员 吴市政更小露一手参与新春辉豪活动 书写的春联很获好评 连育城里长都来索取 自赠一点礼金礼品 让我们的乡亲们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新年 我觉得这个传统非常的好 那也很开心我们区公所每一次的承办 都动员了很多的人力 来把这个事情办好 我相信能够让这个社会感觉到更温馨 人间更有温暖 除了社区大学书法团队现场会好写春联正民众 由新著名所组成的流流舞异团 也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 希望用热情与温暖 与大家共同迎接兔年的到来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农历春节前夕农委会公布春节期间 农鱼续产供应量能及价格盘点的情况 蔬菜续产品受到气候原物料上涨的影响 价格较去年高 涨幅一成到三成 鱼产品是比往年便宜约一成 花卉则比往年便宜两成 农历春节民生需求量大增 农委会公布春节期间农鱼续产供应量能 整体供应量充分无余 但价格来说 除了鱼产品和花卉价格下降外 包括蔬菜水果蓄肉和鸡蛋价格 都比去年来得高 鸡蛋价格更是从去年每公斤 55.6元上涨到67.5元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跟去年一比 那还有剩两个礼拜快过年的时候 我们的蔬菜全部 我们盘点出来 我们供应两万三千公顿 的数量绝对没问题 而且是比去年还更高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在上次的寒流碗之后 我们预计整个未来 即使17号或19号 寒流那时候已经是过年了 所以我们在气候的因素 我们现在掌控底下 这个两万三千公顿的供应量 绝对无余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高丽菜 节球排菜 花椰菜 大街菜 还有萝卜都跟去年来比 其实供应量非常的充足 所以欢迎在过年的时候 来购买我们所有的这些的蔬菜 消费者也非常关心我们的价格 其实我们是用今天最新的北农的成交价格 跟去年的平均价格来比 那这个当然会有稍微波动 但是量只要过 这个价格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水准 那水果的部分 今年的供应 也是比去年还多 那我想水果里面 各位大家知道 过年会经常用的 就是我们的枣汁 跟我们的捧肝 我们的茂骨肝 桶肝等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数量呢 几乎都比去年 还增加更多 我想那除了水果以外 花卉今年是真的是量多 而且价格非常的亲民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总共今年节前 我们有180万的这一个 打的这个范围的数量 比去年还多 那不管银柳百合建南 各位可以看得出旁边的摆市 都是供应的非常的充足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180万跟176万 跟去年比节前两个礼拜 我们有 我们有多少个 国人我们有2300多万 所以相对我们每个人的 花卉的消费支出 跟欧美比起来 其实还有很大 可以再成长的这一个空间 而且贵女会摆市下去的话 那真的是整个心情 跟氛围都会更好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 购买我们台湾国产的花卉 家里拜拜一定要买鱼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总供应数量 在节前 所有可以超过将近快 5000公吨的供应数量 这个不管是白商 我们的金舱 我们的白虾 石斑鱼金木乳 都会比去年 大概供应的数量 不会相差太多 而且价格 今年的水产品价格 比往年来讲 那更亲民了 其实外界媒体最关心的 可能就是鸡蛋 你看在节前两个礼拜 总共有168万箱 一箱200颗 那所以供应总量 又比去年还多 所以欢迎消费者 那这时候的鸡蛋 在年节前都不会有问题 而且只要任何需求多的 那须目处跟中央续产会 就会来调度 我们所有的供应量 一定要先充足 如果供应量不充足的话 那我想就会影响到 所有的消费者 那农云民都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们刚刚的 所有的不管 蔬菜水果花卉 续产跟水产品 过年前量都非常的充足 那第二个 价格会有波动 不外乎就是成本的因素 像续产品的价格 刚刚林董事长也讲 因为饲料成本上涨 那所导致的价格的波动 另外就是气候因素会影响 我们的农与序的这样的一个生产 那目前来讲 因为现在冬天 是我们蔬菜供应最充足的时刻 那后面的天气稳定的时候 我们的量就会大幅度的供应 另外过年三生会用的猪肉鸡肉 毛猪土鸡白肉鸡等蓄肉价格 均比去年还高 而其中以土鸡涨幅最高 去年每公斤73.8元 今年来到83.3元 11年到我们今年来讲 其实我们饲料大概成长了 这个成本增加了超过四成 不过那个价格各位看那个波动 我们到这个过年应该从毛猪 我们鸡跟鸭 各种这个肉类的这个产品的供应来讲 其实都是在成本边缘 所以大家采购的时候 尽量采购国产品 因为进口的虽然是冷冻有保鲜 不过国产品的这个 群续的这些肉品 应该是最新鲜 而且鲜嫩多汁 请各位多多的采用 鱼产品部分 去年每公斤130元 今年下跌至每公斤115.5元 各品项则是有涨有跌 石斑鱼从每公斤232.7元 下跌至191.3元 金仓则是从每公斤162.7元 上涨至191.8元 事实上我们整个国产的一个 优质的一个水产 在各渔汇系统 我们也特别方便消费者 在过年的期间 他们需要的一个年节用语 那像透过我们这个渔汇 将消费者特别喜欢的 这些年节用语 像有象征 吉祥异味的 这个时来玉转的石斑鱼 那五四其仓的五花蜜 那我们的鱼鱼得水的鱼鱼 像我们的生意苍隆的 这个黄金仓等等等等 那渔汇特别都把它 像这种吉祥 吉祥洗气的这些鱼种 特别也把它组成了 这个鲜鱼的这个礼盒 就是要让消费者 能够一次来构组 我们年节 各方面的这个用语的一个需求 今年过年前这段期间 整个水产的一个供应情形 当然有少数几个品项 价格有波动 那因为月到过年 它的需求比较大 价格波动比较大 另外农委会年前也会推出 农鱼续产评价专区 预计本周就会公布 并扩大提供60元的幸福餐盒 与食材暖暖包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道 今年因为海巷不佳 渔民无法出海捕鱼 导致鱼价开始波动 像是大明虾一公斤 就比之前涨了300元 至于年节加户 必备拜拜的白昌 捕获的鱼体则是偏小 还好鱼饭之前都有备货 尽量别让价格涨幅太大 农历春节快到了 于是出现采买鱼获民众 草虾大明虾 吉祥真 旺旺的白昌 年节都很抢手 虽然市面上应有尽有 但最近因为天气不稳定 海巷不佳 渔民无法出海 导致鱼货量降低 价格也跟着上扬 现在黄粿 野生的 要买也要很好吃 量很少 尖点会缺货 我们运的白昌 我们都冗筒都好 白昌我们就没买了 都定好了 航空他要起床 大家为的买不 没定的买不 所以他就起床 国家庄人就去买了 以大明虾为例 一公斤八支庄 一盒约1800元 一公斤17到18支庄的 则是1500元 比起过去 贵了约300元 涨幅约20% 这次大概300多到490左右 300多左右 对 要用寸 所以比较小吃就对了 小一点 而年节拜拜必备白昌 由于今年的鱼体偏小 500公克以上鱼货量不多 涨幅约10%左右 一尾600到700公克的昌鱼 大约涨到700到850元 更大一点的800到900公克的 更是来到1400元以上 现捞的更贵 一斤至少要2000元 至于500公克以下的 价格没有太大影响 台湾的市场就是你400到500的 跟500到600的这个坎 价钱是差最大 因为你过年可以当送礼的 一定要500以上的才过到一个规格 你要当信礼拜拜 一定要500克以上 才有办法去 所以这个价钱它就跳上去了 比如说300跟400的昌鱼 跟400到500的昌鱼 那价钱变动是不大 是有点小差距而已 差别在一斤差别在50块 但是你400到500的 跟500到600的 那里面的差距就非常大了 余范说越接近过年 价格都会起起伏伏 但他们会尽早备货 尽量让价格平稳 才不会影响到民众采买的意愿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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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时隔23年台湾灯会重返台北市 2月5号到19号将在台北东区商圈 松山文创园区国父纪念馆及信义商圈展出 另外小朋友最期待的小提灯 今年则是以爱丽丝梦游先进的白兔为发下 设计者还加入了创意 让小提灯变身为兔耳朵 可提又可待相当讨喜 3 2 1 启动 在交通部长王国财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 共同揭晓下 穿着太空装背上喷射器的太空玉兔正式亮相 这是2023台湾灯会主灯 以机器人为造型充满科技感的玉兔 灵感来自于台湾澳市全球的半导体晶圆产业 我想一个国家灯会的主灯 不只是标示当年生肖的主题意象以外 其实它还可以带个国人一起回顾 我们去过去一年 大家的骄傲 但我想台湾的金人产业 没有疑问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骄傲 不只科技感十足 太空欲吐 生动的脸部表情变化 更是台湾之光 奥运举重金牌选手郭庆纯 透过脸部动作捕捉技术所带来的成果 这是我第一次接到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一开始其实听到的时候就想说 哇会不会很难 然后我要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表演 然后好像我是一个非常爱演的一个选手 就是老师很会引导 然后他就告诉我 大概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 然后表情大概那种情绪要怎么样 所以老师非常会引导 所以那一天就真的非常顺利的 把那一些表情都一次性的把它录完 另外小朋友最期待的台湾灯会小提灯 也同步揭晓 设计师林家伟以爱丽丝梦游先进的白兔为发想 绑上红色蝴蝶结的小兔提灯 还可以变身 组装成头上带的兔耳朵 让小朋友化身为超萌的小兔子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 那今天其实一开始在设计小提灯的时候 小朋友就跟我说 我很想要有小兔子可以提 可是我也很想要有兔耳朵可以带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 就是他挣扎了很久 所以妈妈为了要一次满足小朋友的两个愿望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兔子做了一个变形 让他变身以后也可以变成兔耳朵 江龙部长王国才表示 江龙部光局结合民间与地方政府资源 在元宵节期间举办的台湾灯会 每年都会吸引许多国内外游客到场参观 这次回归台北市举办 希望让大家看见台北市23年来 城市的蜕变与进步 今年是在包括我们东区 包括我们国务纪念馆 我们松山文创 到台北市政府到101大楼 在所有的这个高楼建筑跟城市巷弄间 都可以看到我们灯会的这个策展展演 那有时候23年回来也刚好看看 台北市在23年城市的蜕变跟它的进步 部长给市长 谢谢 与江龙部长王国才一起出席 台湾灯会主登记小提灯造型发表 记者会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 回回23年台湾灯会终于重回台北市举办 特别具有意义 因此除了充满科技感的主灯 及创意十足的小提灯 2023台湾灯会还有多项特色亮点 第一个我们这次的灯会规划 是一个城市廊道 也就是规划从101到新一商圈 台北市政府国服纪念馆 松山文创 然后到东区商圈 这一整个廊道有非常多的作品 非常多的灯饰 而且这一次我们甚至规划了艺术入定 什么意思 也就是很多的艺术作品 把它进入到我们实体东区商圈的店家 另外台北市12个行政区 都有一个主题灯饰 然后真正做到让我们的灯饰 融入在台北市的大街小巷 融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 交互部光局表示 总高22米的主灯 将在2月5号元宵节当晚7点正式开灯 每半小时展演一场灯光秀 配合今年兔年 除了主灯与小提灯 许多主提灯视野都将以兔子作为主题 交往表示 由于大儿子以及即将报到的老三都是属兔 因此特别喜爱今年的兔年提灯设计 他也期许台湾灯会圆满成功 带领台湾重新启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北赏灯会庆元宵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今年是渔门舞集50周年 4月起将重演创办人林怀明的传奇舞座新船 因为林怀明的一通电话 6年没有上台演出的朱宗庆 打起乐团创办人朱宗庆 立刻允诺将为渔门舞时新船演出 重拾鼓棒 用尽全身力量奋力一级 6年没上台演出的朱宗庆 这次将为新船重拾鼓棒 今年是渔门舞集50周年 4月起将重演创办人林怀明的传奇舞座新船 因为林怀明的一通电话 两人重启合作契机 所有表演过的音乐 它是已经不是音乐了 它是唤醒你所有的身体的细胞 那个都是忘不了的 事实上就是这个与大鼓为中心 来操控着舞台上的舞者 以及全部的观众的呼吸 我第一次参与新船的时候 还不到30岁 那时候何鸿起才十几岁吧 那时候只知道打鼓 那么40年来的感受更多 它给我的心情的那种震撼 跟感受那种就很期待 所以我都演了那么多场 跟排练每次包括在这一排练 我都很感动 就不小莫名的 整个回忆记忆地想到 以前怎么样打下那第一身鼓 那么林老师怎么要求我 怎么跟舞者的互动 打完之后跟舞者里面 怎么互相去安慰 他们跳一次死一次的感觉 那种感觉 难道一跳完舞以后 羡慕又这么美丽 这个心情我都参与其中 然后当然我 所以这次演出的时候 那种心情的激动 就是说你看每一个人都很期待 当然我说 林老师写简讯给我的时候 我马上就会怕他后悔 然后他说 中庆一讲打鼓 我说 很想 想很期待 这种打法 真的是一般在我们学员派的学习过程里面 还有很多就是怎么跟舞者那种呼吸 力度 然后要看着舞者之间怎么互动 这过程是非常重要 每次演出好不好 演出好当然 如果演出不好我都觉得很内疚 一定是我力量给他不够 或是 这东西非常想法 所以对林青人团圆 刚刚这次 公演制是第二代的 第三代 他们在排队 朱宗庆表示 在1985年首度参与新船赴美巡演 自此开启与云门的多次合作 最后一次是20年前的公演 而林怀明则表示 很高兴这次云门第八代舞者 能够和朱团不同世代的团员 携手拼搏 而朱宗庆打击乐团 在圣诞节不幸遭遇火灾 但相信鼓声会带来力量 传递勇敢与希望 我想作品本身就在那里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希望看到观众看到 打鼓人是这么辛苦 舞者是这样的拼命 这个东西 但是最后整个从 插准堕水 那是很辛苦的嘛 可是一直到拓荒 一直到最后的插秧 收割到最后一个节庆 哇 那个是一个欢乐 所以就看到这个过程 我想 是的 这个舞给人家力量 我想这个舞给人家力量 不是说你看得懂不懂的 已经不是这个问题 困难总是有 那前面的前方 我们要有些重建计划的时候 就勇敢往前走 这种力量 在打这个时候 心情好像蛮像的 蛮激励我 就是 奋力 大家 玩起 修着 大家手牵手 往前走 这样的感觉 那种心情 这么巧 是给我力量的一个作品 今天的打鼓好像是一个 出发的一个宣告一样 我想前一段就是一个拓荒的一个开始 所以你在黑暗中观众等了 然后听到那个打鼓 对不对 整个房子震动 然后就慢慢看到人 所以从一个人到多数的人 是这样的一个鼓 在这里面 那个鼓 鼓是一个 东方的鼓是一个 像有神灵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你要打仗的时候 你要用鼓来吹 事实上在有些地方在收割的时候 它也是用鼓来 鼓是来提升力量 容聚心情的鼓 一个东西 鼓也是用来驱邪避邪的东西 把火灾的东西都能感染 今天大家来看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 一种新的 离开戏院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力量 云门当然我还在 可是舞者们是更年轻的舞者 可是很有趣的是 从1986年到现在 这三个人还是在那里 从头的那些 然后他们 他们老了 可是更棒 更成熟更棒 然后 也这样子带 带了很多年轻人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主持人来讲 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云门五十灵槐明星船 将于4月21号到6月10号 在台北台中高雄苗栗嘉义台东巡回演出 将带给观众震撼又疗愈人心的绝世经典 记者离奇会台北报道 今年的春节长达10天 为了避免连续假期塞车 公路总局宣导基隆北海岸 东北角交通疏导措施 基金一路到基金三路 将实施弹性的调拨车道 同时鼓励民众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而中长途国道客运也推出优惠票价 今年春节年假长达10天 民众出游返乡 基隆地区预估车潮 会出现在基金一二三路 基隆到万里 以及台二县瑞兵道福隆路段 是最容易塞车的路段 基隆地区 如果说会有比较大的交通量 通常的话是从国武返回北返的车流 或者是说来到万里去做一个旅游 在傍晚要回去的车流 容易在万里基金路这边 会有一个用塞的一个状况 那这部分呢 我们会启动一个输运的一个机制 就是透过我们在七金公路 会去跟警察局去监控它的一个车流量 如果到达800个PCU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会开始去做一个监控 那如果达到1000的部分呢 就会启动一个调波的一个车道 然后让拥路人呢 可以有一个舒适便捷的一个交通 为了鼓励民众搭乘客运 公路总局协调多家业者 实施87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 想平日票价 会员票价85折 优惠等措施 今年的一个春节廉价长达10天嘛 然后公路总局对所属的一个公路客运的业者 其实都已经有要求做好各项的防疫措施之外呢 当然就是相关的运能部分也要确保充足 那这次的一个预购票的部分呢 目前的到1月3号为止总共预售6.34% 那代表就是说还有相关的一个车票可以去做订购 那至于相关的一个优惠的部分呢 公路总局针对1.12年的部分也鼓励大家就是搭乘公共运输 然后提供了87条的一个国道的一个客运票价优惠的补助措施之外呢 那另外针对47条台湾好行的一个路线 也鼓励民众使用电子票证搭乘的话 也有想半价优惠 那针对就是持搭乘公路铁路还有高铁就是转乘的话 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转乘优惠措施 那针对前往东部地区旅游的一个民众的话 公路总局也提供了两项的一个优惠措施 第一个是针对就是搭乘北以北花路线的部分的话 也可以想租车优惠 那凭租车的一个评证的话 回程还可以想一个票价的折扣 汽车会折200元 然后机车可以折100元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有持合法的一个东部旅游的一个住宿凭证 或是台湾好行的一个体验套票的话 你搭乘北以北花的一个国道客运路线的话 可以想事人同行一人免费 那回程还会再加码200元 那只是针对东部地区的部分的话 这个优惠只能二则一让民众来自行使用 公共总局会议用路人返乡旅游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开车尽量利用替代道路并避开尖峰时段 记者黄绍民金融报导 另外针对通勤族关心的9026国道客运路线问题 谢国良市长指出市府持续努力 成功争取到上下班尖峰时段的班次 维持原路线行驶 并进入南港转运站 保障通勤族的权益 针对通勤族关心的9026国道客运路线问题 谢国良市长说 在市府持续争取与立委蔡世英的协助下 成功争取到上下班尖峰时段的班次 都维持原路线行驶 并进入南港转运站 保障通勤族的权益 我们现在9026 跟各位媒体朋友 通勤族朋友报告 我们现在在上班尖峰时间 我们协调的结果 我们是会维持原来的路线 不会做任何的更动 这个不会做任何的更动 包括不会进入到汐止市区的四个站 而且终点站会停在南港车站 这个部分在上班尖峰的时间 是确定通勤族的权益 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在离峰时间 因为我们也在跟业者协调 也感谢蔡世英委员 办公室也在积极协调当中 那离峰的时间路线上 会做一些些微的调整 这个部分我会让交通处 正式的来公布内容 那可以很确定的就是 据我的理解以及协调的结果 我们在尖峰的时间 通勤族的朋友通勤的路线 是不会进入到汐止市中心的那四个站 一站一站去停 然后最后只停到南港展览馆站 是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在通勤上班的那个尖峰时间 我们的通勤方法通勤路线 将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我相信我们现在做到路线 都在上班尖峰时间没有任何调整 对通勤族的权益影响 我们希望控制到最小 总是就是上班的尖峰之间 我们想办法全力把它守住 不要多花通勤族的一些时间 谢国良说 感谢各单位的支持与帮忙 让尖峰时段的9026 能维持原路线行事 为通勤族守住了权益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 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大家 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金融市府积极营造优质的公共环境 针对未来重要公共工程的采购案 市长谢国良表示将启动连政平台 希望强化市府采购案件的监督机制 并协助公务员勇于认识 达到清廉执政的目标 在市政会议后的记者会 谢国良市长会同阵风处处长向市民报告 为了确保公共工程采购案的推动进度 并兼顾品质 由市府判定重要的公共工程采购案 如有必要将启动连政平台 除了市政府阵风市之外 也会邀请地检署、连政署、调查站 市情况派员参加 市府阵风处还特别前往新北市政府取经观摩 所以我们会开始成立 跟大家讲这个 基隆市政府的采购 及重大工程的连政平台 那这个连政平台是怎么样的运行机制呢 就是在未来重大的这个公共工程 以及重要的业者的评选 我们会由本府或政风处 对于判定重要公共工程采购案 有必要的话 我们将启动连政平台 那当然我觉得应该还是要一定的金额 一定的制度化 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会授权 但是我们会在台湾的认为 包括卢处长在内 来定定一个标准 来成立所谓的基隆市政府的连政平台 那成立连政平台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跟大家来解 放这边就好 我跟大家来 在我旁边一点 来跟大家来解释 就是在这个连政平台成立后 当我们觉得这个会议 这个是重大的公共工程 或者业者评选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发函邀请 包括地检署 包括连政署 以及调查局 就是我们俗称的检联调 来参与整个评选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参与这个评选的过程 就可以让这个很多外界更了解到 这个评选的内容 要不然现在有很多所谓的 公共工程的评选 其实外界是并不了解的 所以我们启动了这个连政平台后 就可以让检联调 进入到这个评选的过程 那我再跟大家说明一次 双北包括台北跟新北 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存在的 唯独目前我们基隆市 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机制 所以未来我们也要成立 我们自己的连政平台 重要的公共工程 重要的业者评选 我们要引进这个 这个专业的人士 跟我们共同与会 那我们做这样子的目的 是主要是有两个 第一个 我们要杜绝外部不当的干扰 因为我们其实了解到 有很多的公务员 其实他们是很想要认真好好做事 选出最好的厂商跟这个业者 来为政府为民众来服务 可是往往有很多很多外力的干扰 来自于不同的方面 有时候会让公务员是不胜其扰 所以我相信在连政平台启动后 在这些评选的会议中 有减联调的参与 我相信能够有效的 杜绝外力不当的干扰 那另外第二点很重要 就是要优化我们监督的机制 只要有人看着 有人注意着 比照双北一样透明化 那么我想 就可以达到清廉执政的一个这样子的效果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 举办送礼到家的活动 由义长童子委 化身为创世志工 代表植物人贺杰 亲自将年节礼和红包 送到植物人妈妈的手中 创世基金会呼吁社会大众 响应送礼到家这项活动 让植物人的家属温暖过年节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委 化身为创世志工 以及植物人的分身 代表在愿安养的植物人 亲自将年节礼和红包 送到植物人许妈妈的手中 也慰问许妈妈的辛苦 并且协助许妈妈贴上新年春联 感受年节气氛 我想我今天来到这个73岁的阿嬷 在我旁边的案家 她已经照顾她的儿子十年 已经变成植物人十年 那最近这两年入住了这个创世 那我想这个过程非常的辛苦跟艰辛 那我想我们今天来到阿嬷的家里 非常的感动 那创世呢 我们代表创世基金会 来给这个过年前 来给这个案家 给阿嬷 一个这个关怀 跟这个祝福 那我也带着创世准备的这个礼物 跟红包 让这个阿嬷今年的过年 可以有一个温馨热闹的感觉 那我们也要呼吁民众 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 给我们的创世 来照顾真正弱势跟需要帮助的人 那我想这是一个社会 非常爱心的力量 我也非常敢配 创世基金会的所有志工伙伴们 这么努力 来照顾我们所有的院民 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 提供更多的资源 让我们这个社会 更有爱心的循环 对于创世基金会 基隆分院 以及议长童子伟的贴心和爱心 独立抚养植物人孩子十年 这两年因为上了年纪 不得已才把儿子交付 创世基隆分院安养照顾的许妈妈 由衷感谢和感恩 很感谢创世这边的人 对我儿子真的很照顾 真的很谢谢他们 创世基金会呼吁社会大众 可以共同响应认助送礼到家 这项活动 让植物人家属农历年前 可以感受来自社会的温暖 我们代表就是植物人的个案 然后就是送礼到家 那是给家属呢 一份就是温馨的过年 希望就是他们也可以感受到说 其实虽然子女在我们安养院 就是不方便 就是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过年 可是由我们来代表 他们来送出这份礼到家这样子 希望就是他们还是可以安心 过个好年 就是我们送礼到家 然后吃饱三十的这个部分 那年礼的话 一份是六百元 那加上一份红包的话是五百元 希望可以提供就是 他们温馨过个好年这样子 然后给他们一份关怀 立委蔡适应也特别指派 服务处副主任一起参加这项活动 表达对认助创世安养植物人 以及送礼到家慰问植物人家属 这项活动的支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快过年咯 市议员郑文庭 与仁爱区厚德里 西手书法家 在台铁基隆站 与厚德里两处 举办辉侯送春联的活动 分别送给台铁旅客 与厚德里的礼民 让大家欢喜迎接兔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画面现场是台铁基隆站 基隆市议员郑文庭 与仁爱区得厚礼 西手台铁与基隆市书道会 和沿路书会的书法名家们 共同开笔 举办辉豪送春联活动 让进出车站的旅客 索取春联 感受过年的喜气 名家辉豪正春联这样的一个活动 今年是第二年 由我们仁爱区公所来主办 那德后里办公室协办 以及我们服务处 还有我们的基隆书道会等单位 一起来共襄盛举 那我想过年前大家都会有 这个打扫家里的这一个习惯 家里打扫干净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春联贴在门上 讨个吉利 让我们来年能够有更好的一个运势 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平安 那大家在过年前能够有这个机会 来拿到这些名家这些老师的作品 然后带回家去贴在自己的门上 我相信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今年是兔年 所以我们祝福大家红兔大展 这一次的春年主要就是说 让借由名家辉豪 让我们整个的传统文艺能够推广下去 然后让我们名家的一个传统 能够记忆能够发扬出去 搭火车的旅客 不管是回来基隆 或者来访基隆 或者从由基隆出发到别的县市 都能带着这新年的春帖 就是我们的春年 满满的祝福 开启新的一年 今天很感谢郑议员 还有庄理长 以及书道会的各位老师 大家鼎力相助 让基隆站进出的旅客 能够提前感受到过年的气氛 除了台铁基隆站 施议员郑文婷 与德厚里里长 也邀请书法名家 来到德厚里内写春联 李明热情响应 纷纷前来排队索取单张 或是传统的对联 书法名家们也应民众需求 写下各式吉祥话 让民众开心的带着春联回家 透过辉豪送春联活动 也让民众感受到了满满的年味 记者陈淑平基隆报导 另外欺读慈奉公不受疫情的影响 连续第42年举办冬令救济爱心活动 发送慰问金白米日常生活用品等民生物资 给280户左右的弱势加户 深受市议员张耿辉的支持 包括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等地方人士 一起出钱出力做善事 陪同慈奉公住持以及主委副主委和志工们 发送总共将近280户每户500元的红包 以及白米棉被或毛毯和沙拉油等日常生活用品 以及民生物资给弱势民众帮助他们 包括基隆市议员曾宜芳 以及基隆市议会议长同职委指派秘书到场关心 这也是位在基隆市七堵区的六堵慈奉公 受到奉仕主神玉皇三公主娘娘慈悲感召 连续第42年举办的冬令救济爱心活动 这个物资的部分 皆由社会爱上行人士 跟公众的各师兄师姐 大家全力的支持贊助 那今年的一些 品品部分 有高级的老产棉被 跟我们洪外县的石墨区 然后也提供 有师兄师姐提供贊助 然后救济我们的亲凡家庭 然后希望说 持奔公介 由这次的爱心活动 将这个小岸 发挥出去 然后让这个社会更加的享和 跟老人们的身体更加的抵抗 弱势民众前来领取冬令救济 爱心活动的慰问金和物品 让受到帮助的民众倍感温馨 像是我们持奔公 还是比较贊助的贊助 贊助无情 帮助贊助民众的人 长期来结合我们的通德主 与我们公庙的师兄师姐 还有我们一些社会的 善心人士 纵容啊 积极的一些物品 在初学期间 来报告 我相信啊 更让我们市民会感到一种 写通送看的一种风软的感觉 那持奔公 在肯非二十至今也卖下二十几年了 还一直也参与我们持奔公的 一些公立的教训活动 持奔公 祝大家 祝年秦大义 合家平安 身体健康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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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 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